YouTube 请搜寻好方网 手机用户请点影片下方的订阅钮哦 订阅之后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记得一定要订阅好方网 YouTube频道哦 我们来看看这次的疫情 有没有可能再重演SARS 当时我们就要看看 这次的防疫措施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瞧瞧 为什么台湾在两岸市地是最棒的呢 首先早在去年12月底呢 就已经启动了这个防疫部署 那么行政院那个时候呢 比日本灾区可以说是早一个月 那么武汉直航抵台班机呢 必须要登机检疫 同时呢也公告了 比方说不只是武汉 甚至连广东呢 也不准进到台湾了 要进行这个严格的审查 所以这个台湾人 是非常介绍小心的 那么同时呢 这个陈时中呢 他也说呢 要对抗武汉肺炎防疫全面启动 请洗手戴口罩 我相信在过年期间 我大概个人是在1月22号的时候 我就发简讯通知所有的朋友说 小心要注意 可是那个时候 我认为不可能有缺口罩这种状况 我也没有去抢 可是过年的时候 初五初六 等到我大摇大摆 要去买口罩的时候 早就已经空了 所以我想说这一次 大家说恐慌心灵 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说法 但正面来讲 的确政府宣导有方 那么是不是真的防疫做得好呢 我们来看这个民调 果然民调呢 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啦 有六七成都表示满意 包括这个非常满意的 还有呢 很满意的 大概呢 加起来都到70%以上 那么呢 还有人问说 如果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 严重扩散 两岸交通 是否应该全面终止 由高达六成以上的民众说 非常的认同 所以大家真的是 几乎要把大陆人完全隔绝在外 但是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 现在大家在网路上看到 非常多疫情的讯息 跟SARS不同的是非常乱 假新闻满天飞 不过我相信全世界都是如此 变成说这个政府呢 大家要加入这个疾管家的line 不断地去澄清 真正正确的消息是如何 但是就有一个命理师说 这个60年前的庚子就乱 今年是庚子年 60年前有也是 当时呢就是什么 民众多暴足 很多人呢就是暴毙了 YouTube请搜寻好方网 手机用户 请点影片下方的订阅钮哦 订阅之后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记得一定要订阅好方网 YouTube频道哦 60年前呢 是大陆的这个饥荒 那现在呢 又是这样的疫情 那么现在的情况哦 我们来看大陆的经济呢 其实一直在下行之后呢 现在呢更是雪上加霜 可是台湾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说有什么条件哦 可以真的实现 虽然蔡总我想你一定非常不愿意啦 有什么条件能够像刚才张总说哦 跌得不够房地产能够再盘整 除了疫情之外还有什么因素 基本上哦 我们要回头去看哦 就说这个房地产呢 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 一个市场 所以不是只有看之前 也要看之后 未来性 对 所以未来还没有 有没有低点 基本上我认为 应该除非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 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 新冠病毒之后 它的经济的衰退 是一个持续性的 长期性的 或者引花它政治的动荡 才会影响到台湾 对我觉得我强调政治的动荡 因为这一次你可以看哦 几乎整个中国呢都是封城的 其实大家可以在短期里面 忍受这些生活或者工作的不方便 但是慢慢的它会被累积了一股民怨 而影响到政治 这个我不知道 那假如政治受到冲击的话 那台湾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要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刚才讲到的 2003年之前的 哇 房地产已经跌得很深 所以危机入市 但是呢 它后来呢 从2003年起涨 几乎到2014年左右 有长达10年了 台湾难得一见的一个房市大航行 大多头 它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在2004年之后 China moment 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时刻 就中国的经济就变很好啊 对 它变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成长的重点 而且各种原物料最大的需求果 所以你看到2003年 SARS的时候有长达半年 我认识了一些台商朋友 那时候就不敢回去大陆 但是它留在台湾 它也没有到处看房买房哦 它在做什么 因为就没事做 但是为什么 那个时间点 他们虽然在中国经商 有几年了 但没有真正赚到钱 是等到2004年 中国的时刻之后呢 哦 开始都都很多 很多台商赚的都是房地产的钱 而不是毛三道四的钱 对 它后来赚的钱以后呢 因为2008年马总统上台之后 把移政税调下 所以这些台商赚的钱以后 就汇回来台湾 然后呢 一买 哇豪宅 就带动了那个 2003年SARS之后的多头 是那后面 好 那现在我们回来 就说这一次新冠会员 很多的这个台商啊 会不会回来买房 我们就对比啊 你看哦 一样是邮轮啊 坐按时公主号 对 哇 海上的小武汉 那个病例一堆 对 太可怕了 但是呢 因为那个哦 基本上是比较多的日本观光客 但是台湾的观光客 比较多的是保评信号 后来没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哦 出来强烈的对比了以后 其实很多的台商 甚至香港人 对不对 看在眼里的话 觉得台湾不错耶 对 真的 各方面的卫生条件啊 黄疫的措施做得好 会不会在未来来台湾买房 对 港澳客我们也有优惠 对不对 就是港澳人士 还有台商会不会买房 假如会的话 那我们不能只看这个时间点 说跌得不够深 所以啊 以后不会涨很多 也未必 因为后面的几年当中 我们假如看到更多的香港朋友 港澳的人 台商也来买房的话 那基本上长期的房市是有机会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